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昨天我们说了一个我们的观点 有一个新的说法也是不止一个人在说 其实他们看来也不像是恶意 也像是好意 也像是比较关心 能看我们节目的人 多数都是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的 少数是那些国安局的人 那不管他了 他们愿意看着他们看你吧 他们看完以后 心里他们也有一把秤 他们也知道 只是他们可能不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已了 那还有一种观点 也是不止一个人的 也是包括有很多直播主 他们的意思就是 他们听我们讲了 也不想否定 他们自个的观点 也不想否定 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听韩市长的 如果说韩市长让我们投 我们就投 如果说韩市长让我们不投 我们就不投 等于他现在把这个球啊 甩出去了 也就是说 他把自己大脑的一种判断呢 刨除了 就是我不判断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判断不了了 他们这些人 比方说 我还叫他们朋友吧 这些朋友们 他们觉得 他们当时认为 我支持韩国瑜 我要去投票 结果听了你们说以后 都不投票 似乎又有道理 似乎又没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自个儿的想法呢 也似乎能坚持 似乎又不能坚持 在这种犹豫的状态下 他自己不能判断了 就是说 自己不能做一个决定了 和朋友们商量 也不能做出决定了 或许周围的朋友 也不能做出决定了 这个时候 他没有主心骨了 我们从善良的一面说 从善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是 自己不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或者能够说服自己答案 他就把这个答案呢 抛给了韩国瑜 请韩市长 你说 你说让我们不投 我们就不投 你说让我们投 我们就投 这样一种说法呢 有 好像还不止一个 所以那我们就这个话题呢 再和大家讨论一下吧 我们还是理性的讨论 没关系 有不同意见 我们没有问题 大家还记得 在大选之前 在总统大选之前 那个时候民进党 开始放假民调的时候 有记者就问过韩国瑜 你对这个假民调 你怎么看 你们应该没有忘记 韩国瑜当时有一句话 只要打电话来 都是蔡英文 还记得这句话吗 就是民调 票投赛英文 百分之一百的 我韩国瑜是零 只有这么一句话 其实当时就把民进党 那个假民调破掉 为什么叫破掉了 在那之前 你看那些电视台呀 不管是赵少康的也好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 那堆人 新闻面对面也好 还是等等等等 那些电视台 都是哎呀 怎么韩国瑜 你怎么才百分之二十七呀 你怎么百分之三十啊 你看人家蔡英文 一下子呈的一下 从百分之二十 穿到百分之五十了 拼命的在讨论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呢 因为民进呢 他们这些人 他们是买通了这些嘉宾了 买通了这些电视台了 买通了这些主持人了 因此呢 所有主持人电视台都配合啊 你看怎么一顿臭说 一堆垃圾的话 不值钱 但是什么呢 就忽悠了整个的百姓了 这个时候 韩国瑜一句话 就把这个假民调给破了 也就是说 他跟韩国瑜的支持者说 如果你们接到电话 你们民调想投谁 你就票投蔡英文 一句话破了 为什么破了 后来赵少康还有一个栏目说 拿出来一个说 哎呀 你看这个蔡英文百分之五十几 这个韩国瑜百分之二十七 算了不要的 直接就把那个孩子给扔了 就不要了我不要谈了 这个已经是没有用了 假民调了 对吗 这个场景应该大家还都记得吧 那时候我也看所有他们的栏目 我也跟踪整个韩国瑜的讲话 所以当时破掉了蔡英文那个假民调 就是韩国瑜一句话 只要来电话了 票投蔡英文 没有 就完了 就结束了 所以你们把希望寄托在韩国瑜身上 我当然不怀疑韩国瑜的智商了 以韩国瑜的智商 面对今天 民进党要霸你 是投还是不投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清楚 就和前面这个票投蔡英文 破掉他假民调的守法师一模一样 韩国瑜只需要出来说一句话 说你们支持我的人 不用投票了 就结束了 这把棋就赢了 不是说最后赢了 就是在程序上你已经赢了 最后就等他做那个数了 我们集中精力把他做那个数的破掉 这把棋就赢了 游戏规则是这样玩的 所以大家把希望 把答案寄托在韩国瑜身上 希望韩国瑜能说一句话说 你们不用去投我的票了 你们在等这句话是吗 首先从我这个地方呢 我不怀疑韩国瑜的智商 他会说出你们来投我的票 也就是说当年韩国瑜 如果在没有能力去破假民调的话 他会跟韩国瑜的支持者说 来电话你就说支持我 我认为韩国瑜的智商 没有愚蠢到这么低 韩国瑜他是明白 民进党是用这种恶招在对他 所以在总统大选之前 他说打电话来 余力票都猜英文 其实这个呢就是以恶之恶 以毒攻毒就破掉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操作 如果你跟你的韩粉说 民调你就说支持我 既然你支持我 为什么不支持我呀 如果这么一说的话 那显然这是一个智商 有问题的候选人 显然这个人不是韩国瑜 显然韩国瑜的智商 远远的可以破掉一个 很简单的这么一个 假民调这么一个东西 回过来再说 罢韩投票 显然韩国瑜的智商 不可能说出来 你们投票支持我 显然不可能 但是呢 他现在也不说 不投票的事情 他现在就是捏着 不说 所以你们如果 这些朋友们 你们很希望 韩国瑜能够 说出一个什么什么话的话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你们自个儿判断 第一个选择 韩国瑜从现在到最后 一直都不说话了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有 一直都不说 为什么他不说 他心里已经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他认为 说和不说 是没有区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什么都不说了 直到最后 六月十二号之后 他都不说 这种可能性 占百分之五十 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在投票前 的那一个星期 那一周 也就是在六月一号左右 韩国瑜站出来说 不用投票了 在那时候他会说 提前说好不好呢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说 有他的理由 这个理由我们不去分析 不需要去分析 所以就这批朋友们 你们说就等韩国瑜一句话 这个我想你们可能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等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等着一个月的时间过程当中 就会出现很多 你看很多人现在 他们声音比我们高 要求你们去投反对 罢韩的这个声音 比我们这个声音高 他们占据了主流媒体 你就看吧 现在如果在台湾的主流媒体里边 说出来的话 你一定把他反过来 就这些节目 就这些所谓的嘴 这些所谓的嘉宾 你去看吧 有时间你们 虽然很多人 已经不看这些政论节目了 你要想得到真实的信息 你抽空看几个 你挑着看几个 你看几个所谓的民进党人 和所谓的国民党人 在政论节目上怎么说 当他们说完了以后 你把他反过来听 这个就是真的 这个呢 是一种用政治思维 去观察政治 否则绝大部分呢 是用百姓思维 去观察政治 用百姓思维 观察政治的逻辑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 对吗 这个是公式这样写的 选拔法上也是这么写的 所有的法律也是这么说的 民进党嘴巴里 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来投票 你们投票 韩国瑜 支持韩国瑜人的多了 韩国瑜就不下去了 这是他们这么说的 但是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呢 一加一等于九 这个是你不知道的 你也想象不到的 你不会用这样的思维 去想象的 你会觉得 你说一加一等于九 你不有病吗 可是注意 这个是政治平台 政治平台 如果我问你一加一 你说等于二的话 我会认为你有病 不是你有病 就是你不懂 这里边的公式 不是数学公式 它是一个函数的公式 也就是A括号 加B括号 等于C括号 这是一个函数 至于括号里边的A是什么 其实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这两个一相加等于那个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就是我昨天也有一个 很好的朋友在跟我沟通 我们在谈论一个谁谁谁谁 他们也是觉得呢 就是因为他过去 他没有从事过政治运动 他也自己没有亲自去参选过 甚至他没有研究过 但是呢 他用他的观点呢 去把这些法律 把这些条文拿过来 他读完了以后呢 他认为应该这样做 这样的人是很淳朴的 很纯洁的 很正派的一个人 在读法条 很正派 我说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错误 问题是 在现实当中 谁执行这个东西了 有人执行吗 其实 等你们分析多了以后 你们就会知道 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东西 都是打折的 或者都是给老百姓看的 都是一 还加一个一 就都是一个A A加B等于C 你永远不知道 那B是什么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括号 它是一个函数 你永远不知道 C是怎么来的 但是最后你能看到结果 A加B等于C C出来了 这C怎么来的 你觉得 1加1怎么等于9呢 不 这个不是1 是你不知道的 这个明明是8 但是你看的是1 里边是8 所以1加8等于9 它是这样出来的 一种逻辑思维 我不知道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不能说得清楚 所以我就是 只是和大家 进行一个分享吧 你们自己去理解 去动动脑子 也没有什么不好 如果愿意在这方面 去动动脑子的朋友们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能够关心一下 国际政治 关心一下本国的政治 关心一下本社区的政治 其实这样的人 是值得鼓励的 有些人呢 他们不闻政治 就是吃饱了 挣钱 只要有钱 我就干 没钱 我就不干 这是一种小农意识 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没有错误 只能拿不起来 拿起来就丢人 放在底下 不丢人 挣钱 他比我们能挣 我们挣钱 可能挣不过他 因为他算计的 比你算计的还细 对吧 那种斤斤计较啊 一分一分的 跟你算计啊 算计的非常的细 但是呢 你让他站起来 跟大家说话 他说不出 他不敢说 他一说话就丢人 就是这种样子 就好比之前 我说了一个 关于各个民族 相比较的话 在这个地球上 有两个民族 是公认的 比较聪明的 就是一个大脑啊 他这个大脑细胞啊 他是比较聪明的 极聪明的 哪两个民族呢 一个是犹太民族 一个是中华民族 这两个民族的大脑 是非常聪明的 这两个民族 算小算盘 都是打得非常精的 在算小算盘的方面 打小算盘的方面 在挣钱方面 犹太人和中国人 不相上下 个人挣钱 我挣钱 我黑你钱 不相上下 但是当站起来以后 当大气 当民族大业 站起来以后 华人是输给犹太人的 犹太人在这个方面 民族的凝聚力 是一个融在血液里边的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因为他们有很多历史 他们早期被阿拉伯人 打到欧洲去 最后又发生了二战 对吧 又发生了这个希特勒事件 最后犹太人 又从欧洲啪啪 又跑到美国去 所以他们这个 游离这个民族的状态 导致了他 有一种天然的 一种民族的凝聚力 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呢 是融在他们的血液里边的 一代一代的融在血液里边 因此 他们具备小聪明 你打小算吧 你打不过他 但是他们也具备了一种 民族的大智慧 也就是说 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 大 这个大智慧呢 很像另外两个民族 一个就是德国的日尔曼 德国 德国人 一个呢 就是日本人 德国人和日本人呢 他们单个的聪明程度 他们这两个民族呢 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 日本人是输给中国人的 如果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 德国人也是输给犹太人的 但是整个的日本民族凝聚起来 日本人是赢的 而整个的德国人凝聚起来 德国人是赢的 所以这两个民族呢 我们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他的小聪明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们的大智慧是够的 他们平均的社会伦理道德是高的 因此这两个民族 虽然他们在二战之后 都被军事上都被打下去了 在二战之前 他们不但军事很强 其实他们整个的国力都是很强的 由于二战呢 这两个民族被砸下去了 强行压去了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智慧呢 就发展经济了 那军事我不打了 我不打仗了 我也不考虑了 那发展经济 所以在德国 他的经济是很强大 很硬的是很有基础的 而在日本呢 也是很强大 很硬也是很有基础的 他们这是一种 凝聚在血液里边的 民族的凝聚力 所以他们的聪明才智 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了 因此这两个民族就向前走了 在经济上 好回来呢 说我们华人 我们华人的话呢 我们就说韩国瑜吧 又说回来了 不要说太远了 就说韩国瑜 韩国瑜 因为他作为一个华人 任何一个华人 我认为 小聪明足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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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像这种民调 破假民调 票投蔡英文 这个是小聪明就够用了 这还不明白吗 他要弄假的民调 我要破掉你 你就不投我就完了吗 同样 在巴韩这个问题上 既然你想做票做掉我 我们在网络上放了这个 是民进党是做票还是投票 对吧 我们放了个民调 这个民调昨天已经上网了 已经随机出去了 已经有一千多个人在上面去点了 所以我们看 认为民进党这次巴韩是做票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认为巴韩这次是投票的 只有百分之三 刚才是百分之四 也就是百分之五 也就这样了 现在这两年有一点点波动 没关系 因此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认为 这次巴韩民进党是做票 这是民意 对吧 我们没有说任何话 好 既然民进党是做票了 你投与不投 都是把你做掉 以韩国瑜的智商 他还能跟大家说 你来投 他还能说这种话吗 我觉得可能性太低了 正常思维 正常思维 无论用大智慧 还是用小智慧 用小智慧 就是如同前面破掉那个假民调 一模一样 一句话 不来投票就破了 为什么说就破呢 网友有一个留言 其实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的就有道理了 这两天我看的比较多一些 他们有时候传给我会看 因为要有一个网友互动 特别是有一些会员们 希望能够跟我直接保持沟通 这个都没有问题 会第一时间在24小时之内 会回答我们会员的所有的问题 如果加一下我们这个line 我们这个line给会员用的 一般的我们就不加了 因为太多了 应付不了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给大家造成失望也很不好 所以会员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 优先保证回复他们的疑问 他们的来信等等 这位网友呢 其实按照他的正常思维呢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今天说6月6号来罢韩国瑜 那要罢韩国瑜的人就来投罢免票 不来的人就是不同意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OK了 所以你来多少人 你罢的你就 你想罢的你就去 不想罢 为什么我要去 我不去我不去投票 就表示我不想罢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一定要有57万人 一定要有四分之一的高雄人 出来投罢免韩国瑜 这才生效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啊 对啊 你说了有四分之一的门槛 对吧 有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有57万的人走出来来投票 罢掉韩国瑜 你就被罢掉了 那不来的人就是不同意啊 这很简单嘛 干嘛还要多此一举说 你不同意的还来投一个 就不同意罢的 干嘛来投呢 这个不同意罢的人 再来投票的话 就是在为他们做票 扩大分母 这很简单的道理了 如果你进来100万人 因为民进党之前已经做了一个 透过报社已经发出一个民调信息说 高雄有220多万人口 对不对 他说现在已经民调了有百分之五十几 五十一五十二的人呢 愿意罢免韩国瑜 也就是说有100万人要罢免韩国瑜 这是他们放出来的风 他们放出来这个假民调 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做100万人来罢掉韩国瑜 这个是没错的 和总统大选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手法 所以他们就希望有100万人走进这个投票站 然后他们做出来100万的人罢掉韩国瑜 他们已经说了 对吗 在高雄百分之五十多的人 就是有一百零几万的人 他们叫109万已经算得很精确啊 109万的高雄市民要罢免韩国瑜 也就是说有109万的人要走进投票站 这是他们造的数字 他们这些人 这些1450也在网上拼命的喊 为109万去努力 这是他们的话 OK你们可以去截评 可以看到 好他们的目标是109万 现在根据他们现在拼命在高雄要举牌怎么样呢 他们去忽悠 他们现在心里清楚 他们忽悠不出来有109万的人来走进投票站 他们是明白的 因为他们不敢做57万 做57万太悬了 他一定要多做 所以他们计划中应该是做到100万以上 现在如果用我们这个方法出来以后呢 我们的人不去 你看看有没有100万人走进的投票站 别说100万了 我前面说了57万都不可能有 因为那个100多万的罢函的那个数字 是他们自己编的 是他们自己造的 哪有可能在高雄市50%以上老百姓要罢函的 没有的 最近你也看了 有很多YouTuber 他们在高雄的大街上去采访一些人 这个新闻有灯 报纸有灯 问问这些司机也好 问问这些商家也好 马路上开车司机都说 现在路确实比以前平了 确实有一些坑补上了 商家有一些地方确实我们生意很好啊 以前这条街安安静静的 现在已经很热闹起来了 当然因为疫情的事情稍微又下来了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他们前一段时间很好啊 热闹闹来吃饭来买东西 那我生意不就好了吗 所以随机走访 看到老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要罢掉韩欧瑜这种意愿 百姓当中没有 最多最多的只是不喜欢韩国瑜 那不喜欢韩国瑜的话 就是说理由什么呢 有人问那理由什么呢 你不喜欢 他理由就是他干嘛干了一个月 他干嘛干了几个月就选总统 他不选总统不就没事了吗 这个仅仅是听了民进党的宣传了 法律也没有说不可以啊 因此呢这些人呢也没有一个很硬的理由说非要罢 因此在整个的高雄的民间 整个高雄老百姓 根本就没有50%的人要出来投那个票 也就根本没有109万的人要走出来 绝对没有 他们知道了 既然他们知道了 他们现在就要想办法让支持韩国瑜的人走出来 走进投票站 去凑他那个人数 这样才好做 如果这个人数都凑不出来 他是强行做没有问题 一定会强行做的 但是强行做 我们在门口数他的数了 就把他破掉 他就做得很难看 我一直说很难看 他不会不做 你放心好了 他不会不做 他一定做的 他一定会想尽他们的办法去做的 那回过来 以韩国瑜的智商 韩国瑜难道不明白我们说的这道理吗 韩国瑜无论是小聪明 有的 大智慧 他既然都选了总统了 他都能看到金光党怎么怎么样了 大智慧也是有的 他在凯道上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 为他欢呼说 他也看到了 他也说出来了 虽然韩国瑜在整个总统的大选期间 没有点蔡英文贾博士的事情 不管他什么原因 他没有点 有网友说 你遗憾吧 你那次没点以后 你就没机会了 不管他什么原因 虽然他没有点这个事情 但是呢 他既然能站在那个地方 能够面对全台湾人 能够说出那么慷慨激昂的话 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 说明他的大智慧也有 那一个人小智慧也具备 大智慧也具备 就简单的一个罢免这个事情 就是要五十七万人来罢免吗 很简单 难道他看不明白吗 难道他还要这么些参谋长 去给他做参谋吗 难道他还需要这么多律师 给他做参谋吗 难道他脑子还算不过蔡英文吗 韩南大脑的算盘 绝对打得比蔡英文要精 但是呢 由于蔡有行政权力 他周围有一帮爪牙 在这种情况下 你抗拒一个行政权力 你没有司法权 没有中选会的行政权 你的难度比他大一百倍 所以现在韩国瑜不说话 就有两种可能 你们也别想了 一 他始终不说话 二 最后投票的前一周 出来说不用投票了 就是两种可能 你要想等待 说韩国瑜你出来说 要求我们去投票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如果韩国瑜说出这种话的话 两种可能 又有两种可能 我们作为分析的话 永远不会跟你说一个 永远跟你说两个的三可能 如果你们在等韩国瑜说 韩国瑜对大家说 你们支持我就投我一票 如果说这种话的话 我觉得第一 是有人让他说 而有人让他说 是一个不可抗力 二一个 他已经准备好了 12号拿皮箱走人了 只有这两种可能 以他的智商 是不可能说这种话的 如果说这样的话的话 一定是有一个后面的力量 而且这个后面的力量 他永远不会告诉你老百姓的 他自己吞下去的 这么长一段时间 他不说话 这个原因 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 我们只能分析 只能判断 但是我现在不想说这个事情 我只是告诉你们 回答网友前面的问题 就是你们是想等待 由韩国瑜来发号施令 告诉我们投还是不投 这种等待呢 或许有那么两个方向 最后总结一下 方向一 他出来说 你们来投我的票吧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 他是给自己敲了一个丧钟 也是告诉你们 我6月12号走了 你们来投吧 一定走了 百分之百走了 二一个 如果如果你希望 韩国瑜出来说 你们不投票吧 他在抱有一种希望 这个希望是能控制的 是能够后续控制的 但是他很难说出这句话 但是他如果不说出这句话的话 不能像前面 破掉假民调似的 票投参与门 不能那么简单的 那么潇洒的说出一句话说 不用投我的票 不来就行了 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呢 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 那你们也不知道 他也不会跟你说的 这种东西 永远不会跟老百姓说的 再有还有第三种可能 是我今天告诉你们的 很有可能 他始终都不说话 在如果韩国瑜 始终都不说话的情况下 整个的韩阵营 就确实的乱 本身自己也乱 1450进来 也骚扰你 假寒粉也进来 拼命的捣乱 在这里边会把他搅的一团粥的 这个一场戏 我们呢 看 这是一台戏 这台上有很多的演员 韩国瑜就是其中之一 到底这个怎么走 我昨天呢 在和一个朋友讲呢 我说 我建议 他们把宝压在韩国瑜身上的 这些人 我建议呢 你们逐渐逐渐的 不要把宝压在某一个人身上了 你们逐渐逐渐的学会 你们自己 make decision吧 你们自己 做一个决定吧 不管你做出一个决定 正确与错误 你把你自个做的决定 拿出来 你按照你的决定去做 最后你看结果什么样 当这个事情过去之后 你就进步了 你进步了 你就明白 当时你为什么这么想 你为什么正确 你为什么错误 结果是什么样 现在还不明白 等6月6号 6月12号之后 你就整个明白了 学会自己拿主意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人的做法 不要把这么大的主意 都放给某一个人 说我就听你的 现在是 你们听韩国语的 其实我也不认为有什么错误 只是说万一他 一直都不说话呢 一直到6月6号之前都不说话呢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就要做一个判断了 既然那个时候做判断 为什么不现在 试着做一个判断呢 把这个政治运动呢 当做人生的一个体验 体验什么呢 参与社会活动的体验 有些人他们参加了 鹰眼部队了 他们也是人生的体验 他也拿东西拍了 你们也体验一下 也参与一下 好不好 这个话题可以大家继续讨论 我也没有意见 只是呢 对于我来说 我只把话说到这儿就为止了 再多的话我也不想再说了 其实并不复杂 一点都不复杂 当你明白了以后 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 只是呢 在这个社会上 把一个伦理道德 拿出来公开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累 为什么很累呢 很多你们看到的现象 和你们心中想象的东西 不一样 那怎么办呢 这个话题我们留着 以后再讨论吧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